中国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希望获得投资资金的来源国 而中国企业家对于新西兰不只有投资的兴趣 还有很高的移民意愿 曾经担任移民部长 现在专门从事移民顾问的TDA 移民公司创办人 首置中国投资移民新西兰现况 刚刚才结束11天的考察访问 他表示中国企业投资人低调 对于新西兰相当有兴趣 政府需要做更大的调整 您在移民留学投资顾问这个行业 已经是相当有经验了 也很多年了 那我们就是一直有看到 这个技术移民 还有留学生来到新西兰就业就学 可是一提到中国的投资人 来到这个新西兰 就会发生一些舆论上的讨论 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那您在过去在中国进行了多达11天的考察 那中国的企业家对于投资新西兰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我们有很强烈的关系 从30到40 非常富贵和很成功 中国企业的商业 其中一个企业 其中一个企业 她的企业 发生了 企业的企业 非常相似的 企业 想做相似的事情 和建计 商业 中国人 我们有两个企业 或两个企业 做的那些企业 想要重新西兰 最大的市场 是现在中国 现在是中国 只会增加大量 所以我们需要做它更加强 而政府是非常有关心的 他们在做一些步骤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有哪一些项目是中国投资人最感兴趣的 美国和美国的社会 我们需要这些技术 我们必须他们的 它们有本来 我们提供了很多所有技术的技术 我们有经过来的大工具 我们是有所有大工具的技术 来自在我们的社会 当然,我们都已经有了 主要的关系 但我们来自从台湖 我们在获福的工具 我们有好软件 你必须有一个地匯 或是一个锯件 我们可以建立在中国 中国有这些精力 我为了 移民中国有的研究 我说有关中国是的 谢谢你 新西兰需要外资 目前世界上最有投资潜力的投资人 以中国为首 刚在今年9月 才挂牌上市的自由贸易区上海 企业家资金实力雄厚 经商经验丰富 国际视野广大 是全球争相优越的投资对象 曾经在上个世纪初 缔造十里洋场光荣岁月的上海 现在光滑在线 敏锐的企业家 已经关注到新西兰这个小国 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 徐炳昌 上海滑鹏广告 以及投资资金管理的董事长 同时也是当地的商会领袖 他表示 上海投资人非常理性 投资新西兰会以绿色环保为前提 基础建设会是投资的重点 徐仙相较于生活富裕的 二十一世纪经济大国中国 新西兰无疑是一个经济割底小 发展性较局限的国家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选择 新西兰作为他们的移民国家呢 上海人呢 对新西兰啊 听说的比较多 这个这一次来了以后呢 确实有感受两点非常显著 第一点呢 感受到这个新西兰这个国家 这个非常的美丽 自然风光非常的好 蓝天白云 另外这里的这个老百姓呢 也确实是很友好 这个非常热情 淳朴 那么第二点呢 我感觉就是到了新西兰看到这个 这里的自然风光以外 就是说这个 整个面貌焕然一新 而且呢 这里的人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啊 相对比较高 人们在这里生活是比较和谐 另外一个呢 体现了人和人之间呢 很互相尊重 许先 亲中两国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的友好 那双方也签订了自贸协定 那么这个上海对外的投资的实力是如何呢 对新西兰的投资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很稳定 很繁荣的这么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新一届政府啊 在这个发展名声 提高这个经济建设的这个质量和速度方面 都有很大的报复 那么作为我们这些企业家呢 除了在这个本国的这个发展以外 现在特别是上海 它是一个国际型的大都市啊 它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和中国 它是要放眼到全球 那么新西兰呢 作为和中国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 而且是很受人们欢迎的国家 那么 上海特别是这一次这个 这个爱派克会议上 新西兰的总理 这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 进行了良好的会见和这个会谈 那么其中谈到呢 一个是发展中心贸易 第二个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三个加强人文教育的交流 所以这个呢 对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先 我们知道说 上海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 甚至在今年的9月 成立了自由贸易区 可以说是引领中国 现代化城市的一个先取 来到这个只有400多万人口的新西兰 您觉得新西兰有哪些项目 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中国企业家 来这里投资呢 新西兰除了蓝天白云自然风光 和这个人们纯朴以外呢 确实在基础设施方面 还是有差距的 这一方面 中国呢 现在正在向东南亚国家 包括欧洲 这个输出高铁的技术 轻轨的技术 因为中国现在掌握了世界上一流的 这个轻轨技术 和这个高铁技术 还有是隧道 桥梁 中国现在是桥梁第一大国 所以我在飞机上我就看到 在飞机上看到 新西兰有很多岛屿 都没有开发 那么特别是这个基础设施方面 像纽克兰 这个奥卡兰这个地方 这个 完全可以建一些这个清规啊 这个城市的快速感到啊 让人们享受到更加方便的 便利的交通和生活 我们都知道新西兰是以绿色环保著称 我们想要广开这个投资的大门 可是又担心自然的形象受损 那徐先生 上海投资人要怎么样来投资 新西兰这个环保观念 这么重的国家呢 上海企业家投资啊 这个理念还是很理性的 很理性的 它不是说这个盲目的投资者 它一般它要 就是说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而且呢 就是说这个在能够确保 环保这个和绿色的情况下 才能够来进行一些投资 当然说这个投资也是双赢的 那么上海的企业家 实际上是讲 数字很高 特别在全球 这个很多国际大公司 包括德国 包括这个欧洲啊 都邀请去考察 我先后考察过美国 日本 还有这个印尼 最近要到泰国 我十二月份还要到土耳其去考察 那么 所有这些的 这个 为什么欢迎上海去呢 因为上海这些企业家 包括中国这些企业家建的东西啊 它都是非常好的 其中有一个项目上海 在俄罗斯圣比德堡建的 这个圣比德堡东方名著 就是由上海 这个房地产企业建造的 现在在俄罗斯是属于是最好 最美的这么一个建筑群 一个城市中心 所以连他总统普京都感到引以为骄傲 许先生 您是上海无锡商会的执行会长 也是江苏商会的副会长 找你一段时间过来这边投资的 上海彭新集团来购买 跨发放 也是属于您的商会 现在已经是有彭新经验在前 那你对于说未来投资新西兰 是有什么样的愿景 认为这个愿景呢 它主要提前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新西兰的政府啊 应该主动的和这个中国政府 或者和中国的地方政府 像上海市政府 江苏省政府进行多广泛的接触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 我们在中国 就是说这个很多国家的这个政府啊 包括市长啊 带队都到中国去这个进行 这个投资商贸的对接和敲谈 谢谢您